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 可以说是一线的天后来了 她可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queen 皇后 演出了非常多部快智人口的好戏 今天她跟着我们国内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新兴女演员来到了现场 让我们欢迎奢侈曼还有江红 有请两位 欢迎 欢迎 哇 突然变得好像在走星光大道的感觉 哇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当然啦 两位美女大驾光临呢 肯定是为了要为我们带来好戏对不对 对 那诗曼是第一次来到南京吗 对啊 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 我现在很紧张 因为 我等一下要出去吃东西 吃东西也很好紧张 我们南京小吃很好吃啊 对啊 就是我没有吃过 那那个江红有没有帮忙介绍一下南京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 你了解吗 不了解 我也第一次来南京 也是第一次来啊 应该来说是第二次吧 因为之前也是过来做节目嘛 那我就告诉你们 鸭血粉丝烫 鸭血粉丝烫 还有什么柴火小馄饨 柴火 为什么叫柴火 就是那种 现在南京特别流行的 就不在那个炉子上做 就用柴火烧起来的 别有一番风味 在小区才能吃到 而且这样 蛇丝烫 你知道南京话说蛇丝烫怎么说吗 怎么说 很好玩 蛇丝烫 蛇丝烫 那个蛇要发的有九曲沙 蛇丝烫 可是听起来 准的 准的 听起来也蛮有女人味的 蛮好听的 女人都有蛇腰嘛 她是名字里就有那种你知道很妩媚的感觉 蛇丝烫 她的名字就不自觉要做姿势 蛇丝烫 蛇丝烫 你那个怪怪是这样吧 蛇丝烫 那姜虹呢 姜虹有男生吗 姜虹就还好 姜虹 姜虹 打架了感觉 哇 今天的两位呢带来了新的作品 听说现在目前在我们这个江苏热播当中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蛇丝烫你演的是什么角色在剧场上 我演的是柳明月 柳明月 对 那个名字很好听的 我也姓刘 真的 好累哦 好累哦 这怎么能打招呼啊 还有我有一个胖胖的儿子 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公 是我很爱她的老公 哇 幸福的一家子就对了 本来是 然后她就外面有女人了 哇 你们这是古装系还是现代系啊 然后我就很相信 然后就姜虹是我的好姐妹 然后就鼓励我要重新做人 当一个勇敢的女补快 对 振作起来 那你呢 你在这个江红在戏里头 是有什么样的厉害之处 因为我是在这部戏里面 我饰演欧阳盛男 然后呢 我在这戏里面呢 就是像男孩子一样的性格 就是比较好强 好胜 然后呢 性格比较倔强 然后呢 以哪儿不对什么的 就得 就得冲 要冲第一个乐队了 但是我的弱点是 因为明月她是怕刀 我的弱点是 不会走女生的步子 或者是发嗲呀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是跟她是互补 我教她刀 她教你嗲 怎么样变成女人 听起来这里头还挺有趣的 因为我以为她是在讲一个 半案子的一个戏 挺严肃的 但是听她们这样一聊 还有很多姐妹之情啊 还有感情的纠葛是不是 内容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是啊 是啊 而且两位演的是女捕快 我很想现在看你们这样摆一个pose 可不摆出那种英姿欢发的样子 就捕快的资讯 对 大家想不想看啊 大家准时收看戴刀女捕快 我来了啊 哇 好啊 今天我呢为了欢迎两位 而且是你们带来的新戏 是戴刀女捕快呢 所以我们也请来了跟暗中有关的 而且呢 她可以算是跟你们是同行的 真的啊 是同行的 那你们是女捕快嘛 她们是不是女生 我们不晓得 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 她们不是人来的 来 让我们欢迎几位补快出场 哇 好可爱啊 一号 大宝 二号 黑豹 三号 宅宅 四号 狼狼 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是四位呢 非常帅气的警犬 还有她们帅气的主人啦 但是平良心讲 主人的风采都被狗狗给抢走了 那我们现在一位一位的来了解一下 是如何训练她们的 要请两位美女猜一猜 只有一位是真正的警犬 其他都是嘎的啦 是假货来着 来 一号的大宝的主人是 红斌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我这条犬叫大宝 两岁了 是条拉布拉多犬 那她负责侦办的案子是哪一方面的案子 她主要负责收报 收报纸吗 就是收反报的物品 哦 报货物哦 对对对 真的 主要是协助警官 请问这个训练的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让狗狗去搜这些爆炸物呢 主要是从小 在那个她喜欢的 cu 队长